侯友宜就是在突襲嘛 侯友宜突襲新北市議會 突襲全台灣人民 因為 老實講那時候大家看到訊息是錯愕的 就是 台灣的輿論的重點還停在 就是屏東的這個意外的時候 侯友宜回國了 那回國之後 他最重要事情就宣佈跟大家講說 我從現在開始 我所有的我市長身份我請假 一路請假到明年1月13號 那為什麼講很矛盾 他在這個當下 又跟大家講說 因為屏東的這個意外事件啊 我選舉行程先暫停 你選舉行程暫停 然後同步你告訴大家說 你從即日起一路 新北市長的身份請假到年底 所以這件事情合理的推估嘛 侯友宜選在這個時間點是刻意的 是他的幕僚團隊建議的 合理的懷疑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這時間點非常不好 這時間點是在新北市議會 開議的前三天 選擇說我議會我就不進去了 新北市議會要處理三件事 今年侯友宜他的責任 他只要是新北市長有三個責任 第一個責任 他要進來施政報告 一年兩次 然後跟大家講我過去半年做了什麼 他一定要報告吧 民調從第二名 過去兩三年以來 慢慢掉掉掉掉 掉到現在剩第19名 他跟大家講我們半年到底 發生什麼事 民調怎麼調成這樣嘛 第二個 市政總質詢嘛 我說議員很卑微 議員我們能夠跟市長 在議題上面交鋒 就這個市政總質詢 每一個議員 一年 就兩次一次一個小時 所以一屆議員 其實就是八個小時 這個是議員給人民賦予的權利 他不用進來市政總質詢 他要叫他副市長劉荷蘭代打 我說真的我們今天下午還在開黨團會議啊 我為什麼要質詢一個沒有名義基礎的人 當時市民是蓋給侯友宜 你先由荷蘭進來 你可以完全代表侯友宜答應 所有侯友宜該答應的事嗎 再第三個 是總預算嘛 我覺得這是重中之重 新北市政府 提出了一個有史以來 金額最高最高一次的 總預算 提明年的總預算到2131億 比去年多了155億 有好幾個局處 跟好幾個 那個市營的事業 一年之間就多了20億40億 這在地方政府是天文數字啊 你市長要跟大家講為什麼你的 重心會偏成這幾個局處 然後你為什麼要做什麼事 都不用了 他現在都不進來了 結果我們去統計一下 他這樣請假什麼意思 就是侯友宜 正式的超越韓國瑜了嘛 當年韓國瑜跟朱立倫在選總統的時候 我們先講朱立倫 朱立倫他總共2015年10月20 請到2016的1月16 總共請假89天 韓國瑜請假88天 兩個都是10月才請假 說真的 他們兩個還知道說請假不能太早請 何友宜9月23 請到明年1月13 113天 我稍微去查了一下 資料應該沒有錯 我說沒有錯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中華民國地方自知史上 請假單一年份 天數最長 為了選舉 市長就是他 就是侯友宜嘛 113天什麼意思 我跟大家 再講一下概念喔 人事行政局一年 公務員 基層能夠休假 就洪志啊 你不要管特休啊 今年度 2023年 116天 等於侯友宜一次請 把別人能夠請的 一年份攤在一整年的假 三個月到四個月時間 全部請完 可是我說這次你就誠懇道歉就好 侯友宜現在團隊是 黑臉白臉 侯友宜今天出來道歉嘛 跟新北市民道歉 你本來就該道歉 可是國民黨怎麼護航他 國民黨昨天第一個護航的點我真的是笑翻了 可以這樣講 他說 雖然市長請假 但是相信 因為市長請假 市政團隊會 更加的繃緊神經 市長請假 市府團隊會更加繃緊神經 那我就建議 那你市長趕快請辭好了 跟一級諸董一起請辭 我相信 市府團隊基層工業會更有精神 我可以這樣講 邏輯不通嘛 市長你請假 然後叫做更會繃緊神經 再來第二個 他們現在扯就是民進黨嘛 他說 你賴清德 你賴清德 你副總統 你就不用請假 我們市長就要請假 國民黨你們是 對憲政無知到這種程度 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副總統的角色叫 被位元首 被位元首是什麼意思 就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后 這四年的時間 有一天總統發生狀況的時候 你隨時要上場 你的唯一法定的工作 就是這一點 其他是總統賦予你的 特首啊什麼的 這一個工作 有沒有往例 有往例啊 兩千年連戰在選的時候 不是副總統選總統嗎 也沒辦法請假啊 2004年 呂秀蓮副總統 連任副總統 不也沒辦法請假 副總統跟總統 沒辦法請假 這件事情他們搞不懂 然後結果這樣子扯 然後 最後一個派對我要講 他們還最後 沒辦法辯護說 最後跳出來講說 沒有 你們如果要講回友宜請假一百三天 你們議會在乎 那為什麼賴清德你當年台南市議會 200多天你不進去 這可以比 我今天就特別在講說這在黑 新北市議長講跟黃 因為你為不仇鄉回想起 賴清德為什麼當時沒進台南市議會 李全教 會選嘛 李全教雙重會選 選議員會選 選議長再會選 當時是為了要 表示說 這個整個議會的狀況 我們不要跟這樣子人為伍 然後表示抗議 你現在在幹嘛 那個侯友宜你現在抗議哪個議長 議長是講跟黃 國民黨的議長講跟黃 你抗議他嗎 所以我說的 這整個全部加起來 就是國民黨在捍衛侯友宜請假這件事情 顯得蒼白無力 說真的 市民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會給侯友宜更大的扣分 小平那個時間點上面來講的話 冠廷分的幾個 包括就是 講說屏東大家在處理這些人的時候 對侯友宜來講的話 那個時間真的是有待商榷嗎 或是說對議會來講的話 剛冠廷講這些 對國民黨來講 對侯友宜 真的會造成影響嗎 我先講李全教 賴清德有這個紀錄 今天 李全教說雙重會選後來也被定驗 起訴幹嘛 可是就可以不禁議會被巡 他今天他是故意不禁 他死性子 我們現在選總統 當然沒有那麼好 他也道歉了 可是不是死性子 所以死了一百多個人 登革任沒有防治 整個都耽誤一下 因為你市長沒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既然一定要做個選擇嘛 就是以卓冠廷為首的狙擊團隊 一定會弄死他嘛 那是不是說弄會不會弄死 請家就合理也並不是 所以道歉 我們很公允的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韓國瑜講了一個政治的經距叫 他在他在高雄 他叫做不管是翻白眼或其他的攻擊 叫政治 硫酸毀容 這是韓國瑜講過這個話 以前四年四年前都是要選總統等等等等 然後呢 那現在 編列兩千一百三十億的預算 那老百姓講說 你該不該去實證報告 或該不該是審查 然後報告 你預算有一個報告案的 然後到了各分組六組去審查等等各個局處 是該這樣做的 可是有時候我相信他心裡 還是很奠念著 我今天在龍山市我陪他一下嘛 所以他的不管預算不管市政等等 這個時候很緊迫 因為我跟他都很辛苦 我們時間都比較短一點 所以大家要後來居上要去努力衝 現在有一些成果了 所以整個下來 那喉是不是在政治上獨一把 是 就是 我要不要進議會 要不要被卓冠琴弄死 或是我請假 會不會被罵 怎麼怎麼落跑 怎麼可以 這種 兩千一百億空前 絕後的 這那麼大的 不一定絕後 空前多的預算 所以他做了一個政治的選擇 那我相信他跟朱立倫也有商量 那最後呢 選擇了一百一十二天的請假 這是最後的結論